大家好,我是阿天 28-19 我之前說過就是盡量不要租 崩會大佬的半生惡魔過圖 不然一般玩家沒有半生惡魔就沒有參考性了 結果這張圖我本來的位置是 雙子的位置是用奈拉 奈拉拉住小路 然後左上角是骨功 這個是參考網路上的打法 結果想試一下說雙子到底能不能夠 大招免控會不會很好用 結果一試不小心就推過了 所以這個雙子半神真香 這個雙子的大招開下去好像全隊吃的興奮劑一樣 武功打斷動作大招整個變得超級流暢的 所以我想再重新看一次好了 其實看這個數據 雙子他的攻擊力跟他的補血量並沒有很驚艷 那他本身就是他的那個專武後面會看到 是增加他自己的攻擊力跟防禦力之類的 好像最主要的還是他的大招的部分 然後他本身也算是還蠻耐打的 當然這一隻是加30的專武也有差 你看他開了加速之後 我們這邊全隊就是動得超級快 然後對方也是敵方不斷的打斷動作 你看那個老頭在那邊一直抖 一直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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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抖到死掉 其實就是這個就是補功的那個惡靈的作用 就是他身上纏到惡靈然後會隨機打斷動作 所以你看就是 斯克雷格就在原地在那邊一直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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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的大招可以免控 可是當他可以卡住大招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然後就莫名其妙贏了 其實我覺得他的大招就是有一種全隊吃興奮劑的感覺 所以說今天是禮拜五 我已經用了一次租了一次傭兵 然後呢我還可以再租一次 因為我之前我有提到我是有訂閱那個100塊的訂閱制 那100塊的訂閱制的話就是你一個禮拜你可以租兩次傭兵 好 所以原本來講你一個禮拜你只能使用傭兵推一次主線 那因為你如果你租了那個訂閱制的話 那你一個禮拜你可以用兩次 然後這是神人的那個角色 那他的專武加30是這樣子 解鎖的時候一開始就是兩人可以提供攻擊力反應力 然後加14也是兩人提供 加20是目標對其中一個裝置下降48 然後加30是後續6秒什麼 好像都是跟他們兩個有關係 可是剛剛看起來他們的攻擊輸出的量並沒有很大 但是主要是在這個大招 就是增加75%的級數然後還可以讓團隊免疫 這個是有軍恢復攻擊力的攻擊力生命值 然後並恢復能量加速開大 這個是會讓敵人暈眩 但是暈眩的效果應該有但是還好 那這個牽絆我覺得應該就是讓自己可以再活久一點 但是就是這個使用雙子之後 就是他的大招放下去之後整個戰局就很穩定 那如果你再配上像骨弓這樣子的控場角色 他就會變得多讀幾次大概就過了 所以再重新看最後一次喔 原本這場地圖它是送了一個送分角 在右上角這個魔花 可是呢就是 呃 預設蝴蝶 這場戰鬥他最 攻擊力最高的竟然是這隻魔花 所以蝴蝶會去放逐這隻魔花 那再來就是小羊 為什麼是放在下面 是因為說他要去魅惑這個老頭 讓老頭去綁他自己人 然後再來就是萊卡是讀閃避 奪過甘瑟兒的攻擊 然後原本是奈拉去拉住小路 因為那個小路他會 他會一直放魅惑 而且小路如果補血的話 其實這邊的輸出量是不夠大的 那至於說那個斯克雷格的話 他是要負責去 是去全體控場的 所以開場你看 魅惑的老頭對不對 然後你看老頭他去綁了誰 他去綁了斯克雷格 綁了小路 所以說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算是連續技嗎 就是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 我放了小路魅惑了老頭 老頭再放技能去綁他們自己的三個人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動作 也就是說我當時在試的時候 小路如果沒有被魅惑到老頭 那這場就重來 碰到老頭 就是骨弓跟奈拉的打法有幾種方式 一種是奈拉直接去拉老頭 一種就是如果你是用綠衣隊的話 你就用小路 小羊 每次都講小路 因為玩那個刀塔的關係 你就用小羊去魅惑老頭 然後老頭再去綁他自己人 他這個羊羊就是那個雙子的技能 牽絆 開了大咒全隊就開始加速 然後加速之後就是動很快 然後又有回復能量 然後就是 就是他本身技能又有回復能量 然後動很快就代表著大家 骨弓變快 然後就是衝能也變快 然後他又開了S大招 然後全隊就是 就跟開了興奮劑一樣 然後就跑跑跑跑跑 阿骨弓本來就是 他會去打斷別人 然後小羊也會魅惑別人 所以你看這個攻擊頻率加快之後 小羊魅惑變快 然後骨弓打斷變快 然後就 就莫名其妙 我本來想試一下感覺怎麼樣 然後看一看他就突然過關了 所以這個雙子真的是很香 那那個就是 玩這款遊戲 除了自己玩之外 也要想辦法去認識一些大佬 或是加入一些大佬的工會 然後租一些好傭兵 然後至少一個禮拜免費的話 一個禮拜可以租一次 然後訂閱制就是可有可無 除非你很認真的在使用傭兵 你再考慮去訂閱 不然他那個10%其實我覺得還好 但是雖然說10%還好 但是就是那個什麼 每日任務多一個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如果說他是隨機到一些 比較優質的任務的話 像是粉塵阿 這個就是蠻需要的 從一開始到後面粉塵都是很需要的 好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然後28-19 就不小心 豬的雙子就過關了 然後就真香阿 好謝謝大家觀看 掰掰